我每天面对的是你 公公还有秋天 我的生活圈子只有三个人了 这一年多以来 我连我闺蜜的一次聚会都没有参加过 这不是应该做的吗 我把你像宝贝一样看待啊 你看你结婚 我给你定的婚纱是最好的 专介是最好的 酒店是最好的 你还要怎么样啊 一切都是最好的 都是最好的 但那个是你不好的 是你们要的牌上 是你们要的面子 什么面子啊 你们问过我的感受吗 你是从来都没有 我现在连你去的吗 对于整个结婚的过程 李玲中间受了什么委屈吗 难道婆婆这样做 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反正我觉得这个婚礼 不像是我在结婚 我不知道听到这里 我们的观察员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觉得李玲之所以 不愿意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是因为在家里 过得不开心不快乐 所以她才不愿意 她哪里不开心啊 李玲刚才也说了 她就是不安分 她连跟好朋友聚会的时间都没有 她每天都在重复地 做了一些保姆和用人做的事情 如果是我 我肯定也接受不了 因为女孩子学会做点家务 对她有好处啊 那是阿姨 她做了家务 她在家里的地位 就是只能是一个保姆的地位 她想出去做点事情 并不是说为了赚了点钱 而是为了体现她人生的一个价值 如果女人一直没有工作的话 她在男人面前 在这个家里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 刚才你也说了 婚礼什么都是最好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最好的款式是不是适合她的 最好的酒店是不是他们喜欢的 最好的婚礼的排场是不是他们喜欢的风格 还是你喜欢的风格 假设 这个女儿是你的 你愿意你的女儿到人家里 就给人家洗衣做饭 她是我媳妇 是你媳妇怎么的 不是你奴隶啊 我不是当你当奴隶啊 你也当过媳妇 你的婆婆这样对你 你愿意吗 不让你工作 其实我对她很好啊 你只是在乎你的感受 你没考虑孩子的感受 我觉得待在家里 比她在那个历宿所当护士 好多了 但是我至少是老有所得 我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觉得我活着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待在家里 照顾我们两老 我觉得也挺好啊 为什么要这样呢 家里也不靠她去赚这点钱了 这点钱的问题啊 她还是不安分在家里 和我所说的安分 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认为安分就等于窝囊 就等于没本事 年轻人就应该到外面去闯去拼 这样才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我们没有把她当保姆 可是您做的事就是保姆 做的事 请这一保姆的时候 你们办了婚礼一样 高级保姆而已 狭窄的生活圈 和周而复始的生活 让人媳妇有苦难言 可婆婆却处处理直气壮 似乎这正说明了 李林在这个家庭 丝毫得不到尊重 难道这就是李林 两个月不回家的真正原因吗 可逃避 始终无法化解婆媳之间的矛盾 冰冻三尺 也非一日之寒 这个家庭中 究竟还有些自幼的矛盾 让媳妇不得不远离这个家呢 我不仅做了这些 你每天早上起来以后 你还要跟公公说 你要生孩子 生孩子 生孩子 我还这么年轻 我生死 生什么年轻 结果不就是要生孩子吗 你找媳妇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我就是一个生育机器 对不对 生孩子又有什么不好 但是现在我还年轻 我有自己的理想 我想有自己的工作 什么理想啊 你要什么理想啊 生孩子就不是理想啊 我看你就是不安分 成立就想外卖命的好 所以妈妈现在最关心的 而且觉得李玲最应该做的 当务之急 还是回来安安心心的 在家里面生孩子 对 我是要求我儿子早点生孩子 儿子怎么说 儿子没跟我说 儿子没跟你说 所以你怪他 对 那生孩子事情李玲 你有没有好好地 跟老公来沟通一下 他每天下班回来以后 就是抱着电脑 高兴的时候就自我讨罪 不高兴的时候就对我发火 他为什么发脾气呢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对我发脾气 因为每天他回来以后 他也不吭声 也不会去说什么 但是他每次玩电脑的时候 我都会给他泡咖啡 你从咖啡里面 你就可以了解他 到底是发火了 还是没发火 怎么讲呢 如果他今天心情好 他自我陶醉 他根本就不会管你的 咖啡是冷了 还是热的 如果他心情不好 甚至连杯子的颜色 他都会挑剔 就因为这些给你发火吗 是 你有没有想过 我儿子的感受啊 每次你们一吵架 你就给你妈妈打电话 你妈妈就过来 我们家就不得安宁 半年前 你和秋天吵架 你不是跑回家了吗 秋天到你们家 冲了两次 才把你这个大姑奶奶 请回家 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要把那个李吉妈回来 给你开店 你妈妈就纵容你出去开店 三三两次的到我们家里来 让那个李吉钱 我看啊 你和你妈妈 就是有心眼的人 就是看中了我们秋家的钱 您说钱 当初说好这个李吉 是我和秋天一人一半 我现在只是借了 她的那一半钱 去开店而已 再说了 这个开店还是秋天提出来的 秋天在我娘家主动提出来的 我不同意啊 但这是我和秋天的决定 我和秋天的决定婆婆 你们模拟两串通好了 就是想来搞我们秋家的钱 我看你妈呀 见钱眼开 也就是骗我们秋家的钱 只有我们家是很穷 我妈妈她这辈子 就只是开了一个杂货铺 我们家赚每一毛钱 每一分钱都很不容易 我现在是开店了 我门面越做越大 生意越来越红火 我原了我妈妈的一个梦想 我也生活得非常好啊 什么梦想啊 就是把我们秋家的钱卷走吧 我把你们家的钱卷走 我卷到哪儿去啊婆婆 她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你对我开店 对我妈妈 对我有这么大的偏见 你妈开个小店 现在把小店关了 养了你这样一个女儿 她开心了 她又抗衫了 我妈妈跟我享福 那是理所应当的 当妈妈的 不跟女儿享福 跟谁享福 你就养了她吧 养了她没毛病啊 哪个做儿女养父 我不应当的吗 是啊 但是肥妈你错了 这个婆婆想的是 她养她的母亲 是用我们秋家的钱 再养她的娘家人 人家跟你做劳务了 每天在家 跟你跟你当保姆 你不应该挣的劳务费吗 你家有钱 你的父的人 但是我媳妇不回家了 你的媳妇没有回家 你有做什么吗 你有做点热烫热饭 给她送过去过吗 你有过去看她吗 我去看她了 她总是说忙忙忙 那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方式 是不是出了问题呢 你有没有想过 由您自己做的不可的地方 比如说 大连她有自己的工作 如果你不让她 把那个工作给辞掉 她也不会去 那么远的地方开这个店 如果你做到了 你承诺的 给她介绍一份 更稳定的医院里面的工作 她也不会去开这个店 其实我们家里 我们需要 那你有问过 她母亲 为什么让她开店吗 她就骗我们家的 礼金钱 那你不把她 一本媳妇骗家了吗 你承诺给你找工作 你不给你找工作 不就会骗人家吗 既然你们家大业大 在乎那几个礼金钱吗 就是啊 那几万块钱 礼金钱 那几万块钱 对您来说 是有多重要啊 您就看着 那个钱活了吗 你还说人家是 就认钱 你不也认钱吗 你不认钱 你不给他呢 原来 婆婆最担心的 也是婆媳矛盾的真人 就是媳妇和亲家 给予家中财产 这样本就 矛盾重重的婆媳两人 再次陷入了金钱的纠葛 那么婆婆口中的礼金 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 亲家三分五次 讨要礼金 支持女儿开店 果真是 另有目的的吗 当时是说 彩礼金是 儿子和他 一人一半 当时我就想 把这个钱存在我这里 有了孙子以后 给儿子买台车 所以就没动这个钱 她妈妈就 三天两头跑我们家 要这个礼金钱 我妈妈跑到 你家里来要这个钱 是为了开这个店呢 而且这个店说好 是我和秋天 一人一半的 你妈妈每次来一次 你们夫妻就吵一次 我等了一个很好的家 被你妈妈这样的 一折腾 你看像什么样子 我请你不要侮辱我妈妈 林林 所以所有的矛盾的源头 其实还是你跟老公之间 有一些矛盾对吗 她经常对你发火吗 她脾气不好 还是你们感情不好 李林 你们吵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敢说呢 有苦衷吗 这一两个月里面 我想问秋天 跟你在一起了吗 她有去看你吗 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 所以这两个月 其实秋天也没有过去 我有一种感觉 这个是她 她们这个婚姻 不是太幸福 好像一牵扯到秋天的话题 里面特别沉默 对对对对 我有种感觉 她们两个 要不然就是她 她丈夫不爱她 要不然她就 她不爱丈夫 所以这个事情 两个月 秋天也没有过来 你是一个人的 那现在作为婆婆 作为家长 肯定很担心 也很奇怪 所以才今天过来 那我想问 你的母亲 她不担心说 你们两个的婚姻 现在分居两地 还是你有什么苦衷 李玲 既然李玲不愿意说 我们下面就有请 李玲的母亲 钱阿姨 看看这中间 到底有什么隐情 可以让这个家庭 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状况 有请钱阿姨 不知道你现在 对女儿开店这个事情 还有现在 整个这个大家庭的状况 有什么看法 毕竟李玲 有两个月没有回家了 这个您是知道的对吗 这个我知道 怎么看这个事呢 女儿开这个店 我是支持的 即便让他们夫妻两个人 可以两个月不见面 您也支持吗 秋天有来过店里 她有来过 来过 但是时间很短暂的 开店嘛 比较忙的 所以她立马也就走了 就这样来过两次的 我女儿之前在他们家 她过得并不幸福的 您为什么这样讲 她基本上就做了一个保姆的工作 做点家务不应该吗 做家务率不错 但是你也别太挑剔了 我挑剔什么了 好 现在把个汤给你 你说闲了 菜你说买多了 给你做按摩 你说手法重了 哪有这么挑的 我教教她不行了 哪有这样子教的 你每个星期就给她一次钱 买菜 那个买菜的去向 你还得一分一理的 要不要写出来 这不太委屈人家了 我的女儿 你不心疼啊 我心疼啊 所以除了这一些 这位母亲 你还觉得女儿 哪些地方 在这个家里面过得不开心 结婚那么久了 我姑娘 她丈夫的工资卡 她都没见过 我给她她不要 李玲是这样吗 我觉得 那个不像是给我 像是施舍 像是施舍 所以你不愿意要 我不愿意接受 施舍来的东西 我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挣 女人一定要自强的 我是个女人 从小我父母亲 也就是这样子跟我说 我就让我女儿去开店 是你自己不要啊 找回自己的自尊 这些想法 你有没有直接 跟姓家来沟通一下呢 不是说我没给她钱 我觉得是她妈 就是为了钱 隔山叉耳地跑到我们家 每次一来 他们两口子就吵架 阿姨是这样吗 我知道我们家来 就是趁饭吃 趁饭吃 我这么大姑娘 嫁到你们家 我为什么来看我女儿 我希望她在这里过得好 她过得不好吗 她过得不好我才来的 你别瞎说 结婚前我看你们家 过得那么寒心若苦 老公病万有 又欠那么多的赞 我给了五万柴礼 给你们还了赞 当时你不是 你点的没有犹豫的 就拿了吗 对啊 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 我这一个姑娘 你们家条件好 我指望她到你们家 是享福 没有幸福啊 能过上好日子 我每次来 都要给你们带青菜 自己送的 哪有空手来 你空手回去了吗 都是进口的水果呀 过期了就吃不了了 你拉走了就拉走了 还是我们家是过期的 真可笑 难道这个家庭的问题 就是每一次过来吃了一顿饭 然后有没有带黄瓜和土豆 然后走的时候 有没有把过期的水果也带走吗 这是你们矛盾的根源吗 我很想问问 矛盾的根源 就是她要她的女儿去开店 想把我们秋夏的钱 给捐走了 捐走 是的 那个钱我们拿来开店 是姑娘和姑爷开的店 然后这个钱 也是你们家秋夏的 是不是秋夏的 还值得怀疑呢 你怎么说这个话 你没听到卢文风语吗 说你女儿 姑娘怎么了 再和别的男的 拉拉扯扯 你有看见我 你别乱说 之前的事可以乱说 我乱说了吗 是我亲眼看到的 不然的话我还不相信呢 你那叫证据 妈 现在好了 深夜也好了 你是不是想给女儿 找个夏天啊 如果真是这样 我还愿意 妈你别说了 妈你别说了 婆婆 我不管你怎么争论我 不管你怎么不满意我 但是你不要怀疑 我对秋天的爱好不好 你不要怀疑 我对她的忠贞 你爱什么爱啊 两个月不回来 跟别人来的拉拉扯扯 我没有跟她拉拉扯扯 我看的是男士化妆品的店 她来买东西的时候 是买化妆品 又不是卖相 她来买东西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给她试一试 是不是要闻一下香味 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适不适合这个味道 我难道开一个化妆品店 卖个男士用品 我就是 我就是去卖相吗 我看你啊 就是不安心 待在家里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你对我 对我妈妈 对我们家开店 就这么大的偏见呢 你妈妈就是一个 见钱眼开的 你妈妈不会说话呀 她这么说你 你不吱声 我女儿不让我说 她欠了 为什么不说 这样钱阿姨 您告诉我们 让女儿开店的 主要原因 最真实的目的 为什么你经常会跑到 邱家来看女儿 而您为什么 明知道开这个店 他们夫妻会分居两地 你还是支持女儿 开这个店 是为了钱吗 是问她儿子 我儿子又怎么了 你儿子不要不要 就是一表人才 可他那真的是人事吗 我女儿一直都 不让我说的 你说吧 我儿子又怎么了 我儿子又拿点对不起 我女儿不着急啊 我女儿怎么说 你们秋天 我们俩亲家成仇人 那都是你儿子 我第一手造成的 你不要诬蔑我儿子 所以你说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秋天的原因 是的 那你就快说为什么 我女儿一时就压着我 你让我说了 其实在管她呢 一问到跟秋天有关的问题 你女儿不说 难道现在您也不站出来吗 这都是你放成的 秋天 什么事物放成的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家庭 我不喜欢你 我不爱你 是真的吗 女儿 我心里还是很愧疚 我白养了你这个儿子 没出息 她们以后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们是不是真的偶带四人 她儿子 这回以后一直背着我女儿 跟前女友有联系 跟前女友有联系 妈 你瞎说 我儿子不可能 所以你先问你儿子 老是要我的女儿 有这回事吗 林林 这么严重的事件 你还不是说吗 经常吵架 然后现在你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开店 你一直害怕我担心 大家怎么看 这个问题娘俩早就应当说了 你女儿受气 你当妈的不出头 你来一趟一趟一趟 人家说你是混吃混喝 你就跟他妈说你儿子有什么问题 我儿子根本不肯 为什么你不肯 我儿子很爱她的 怎么就爱你儿子不说本分 因为女儿子说他公公身体不好 不要刺激他公公 人家现在都不管你如何 人家说你贪财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 这你姑娘受气就对了 你看有你的妈 他就是贪财呀 你为什么不吱声 给你姑娘救他女儿去开店呢 那如果现在您儿子真的跟这个前女友有联系 造成了现在家里这个局面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不可能 我说你不要自我感觉那么的良好 你刚才一直说 我相信他不会 那是因为在您的印象里 您觉得您的儿子是天下最优秀的 所以您觉得他不会去出轨 不会去背叛您的现在的儿媳妇 对吧 对 但是这只是您一个人的观点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的时候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 你不得不去面对 而且儿子出轨 你首先应该怪的人 不是说应该去怪媳妇 怪亲家 是应该先怪下你的儿子 他自己背叛自己的婚姻 既然来了就要解决问题 赵阿姨 我还是这句话 假如这一切真的是因为儿子跟他的前女友 没有断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那我觉得误会他们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但我不相信 不相信 对 那我想问 赵阿姨 你又怎么知道 女婿跟他的前女友 断四连 半年前 有一次我女儿 哭着跑回来 她把我指使出去 我就心里那么 我干嘛呢 现在表现 那么不正常 我出了门外头 看到秋天过来了 我就躲在门后头听他们说 然后我就轻轻松松这个事了 他们吵得可大了 我听得心疼 我的女儿委屈了这么久 真的很难受 所以你听到这个事情 是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中 从他们的争吵中听到的 是的 有这回事吗 李琳 有吗 李琳 还是选择了什么 那既然所有问题的矛头 和所有的疑问都指上这个男人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秋天 秋天你好 你好 妈 你说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 我在后台都听不下去了 他们都在针对你 我怎么不来 你不觉得丢脸 我丢什么脸呢 你媳妇又不回家 我看得你天天那个消沉的样子 我不来找栏目解决问题 我这个家不管了吗 你来找 你来找他们解决问题 你为什么不听他们的意见 只是以我 我怎么了 你连我的人生你都要管 不是妈妈管你 你现在有那么优秀吗 我那么优秀 还不是因为你要面子 要别人怎么看待你 说你有没有宝贝儿子考上了好大学 可你想过我吗 就连我十八岁生日那一次 我想和我的哥们去野外办一个生日派对 你都不了 我成年了 我怕你受伤 出去不要安全了 儿子 妈 你在工作上 生活上 感情上都要干涉 让我很累 26年了 给你安排一个这么好的工作 找了那么多关系 让你进到杂志社 对 你是找了很多关系 但你知道我的领导 我的同事怎么说我吗 他说我是关系 或说我没有能力 你知道吗 怎么在单位待下去 随别人去说吧 你好好干嘛 就行了 我不想做 我不想去杂志社 我想当自由撰稿人 什么自由撰稿人呐 我看呐 需要办吧 妈你怎么能这么深 我辛辛苦苦 养了你26年 你又这样回报妈妈 就拿我的感情问题来说 一年前 你把我的 我和我的前女友拆散了 对不对 我们四年的感情 他不合适你 你怎么知道他不合适 他脾气又不好 又不会做家务 你可以让他适应你一下 他可以为了我去改变 我们是相爱的 他会改变吗 他怎么不会改变 你都不给他机会 我给了他机会 你给了吗 他说他会炒菜 我看他炒菜的时候 油还没烧开 就把一锅菜倒到锅里 又怕油溅在身上 又怕烧伤皮肤 我要这样的媳妇干嘛 我将来伺候他 原以为秋天跟夜幕控诉 与前女友偶断思连 却因为他对感情的不忠 却没了到 与前女友分手的背后 竟然隐藏了母亲 对秋天生活方方面面的掌控 无法想象 在秋天一次次向父母妥协之后 内心积压了多少的不满与愤恨 可即使与前女友分开 并非是秋天的本意 但毕竟 现在已与李林组成新的家庭 那么对于夜幕的指责 秋天又是怎样的解释 她们说你还和女友 在藕断思连 她听得很生气 是不是啊 儿子 那是因为你当初让我们分开 我们是有感情的 可是你们活活拆散我们 所以我们这样 现在你不是跟你 明儿结婚了吗 怎么还想的那个女孩啊 你让我和我前女友分手 你知道她那时候多伤心吗 我当时也让跟她一起去死 好啊 你去死啊 我白养了你这个儿子 没出息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 当初还记得就是因为 我爸爸身体不好 得了心脏病 心脏病复发 所以我才和她分开的 不然我绝对不会跟她分开的 报复你妈 我当初和她结婚 我就是为了报复你和爸 因为我要你知道 你们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没想到 我儿子这么混蛋 秋天 妈妈养了你二十六年 你居然要结婚 来报复妈妈 秋天你不要说 你妈怎么怎么样 你自己其实就是一个 以作为中心的人 都什么时候了 你帮着你妈妈 我妈妈 我还有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你和她的感情 你强调你和她的感情 你把我放在哪里 我没有办法 我从小到大被我爸爸妈妈逼的 我只能服从他们 他要我跟你结婚 我服从 我想让他们知道 他们所有谁都都冲 你混蛋 当初是 至少当初你是一个公子 你也太残忍了 秋天 是 我当时是很残忍 我当时是没有很 是很没有良心 对不起 我不要你要对不起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我只能说对不起了 你是一个男人 你问我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这都是你造成的 秋天 为什么是我造成的 为什么是我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家庭 你只是 临时冲进来的一个人而已 你懂不懂 你为什么要进来 秋天你太过分了 对不起行了吧 对不起行了吧 不要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那你想怎么样 我们结婚一年多了 你一直不让我碰你的东西 秋天 我以为 你是怕我怎么怎么样你 怎么怎么样你 我不碰啊 没想到你是和你的女朋友 前女友 你和她在网上聊MSN 我们结婚了 我是你的妻子 你在我的眼壁底下和你的前女友去聊天 你把我放在哪里了 你是不爱我 我知道你不爱我 你有必要这么残忍吗 秋天 我哪里做得不好啊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秋天 我先求人一个事情 他们母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们是不是真的偶断四连 我们没有偶断四连 我们只是平时聊聊天而已 是他们想多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秋天 她不喜欢我 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妈 不要钱 妈 什么怀孕了 你说这些 她现在已经怀孕了 因为你晚上喝醉了 喝得特别特别醉 你抱着我不停地 我不停地说 不要离婚 你明明说你不喜欢她呀 她就是你报复你父母的工具啊 就先把这段感情断了 放他们一马吧 我是间接不统一离婚 不要气势妈呀 你是不是要气势我呀 我想挽回她 不白 你知道 就是 在结婚那天晚上就知道了 不管是她喝醉的时候 没有喝醉的时候 她都是说 我不喜欢你 我不爱你 你从一开始都知道 你怎么能够忍受到现在呢 因为我爱她 因为我想要和她分享她的生活 我想要和她分享她的人生 但是我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想要去感化她 好像做不到 其实很早我就想过要放弃了 但是考虑到我公共婆婆的身体 可能没有办法受刺激 所以我慢慢地离开他们 不想把真相告诉他们 没有必要要告诉他们 本来这个爱也是我一厢情愿的 本来就是我自作多情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开始放弃了 你开始疏远他们家 你觉得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 秋天 难道你真的不记得 公共生日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了吗 虽然说你白天在我的店里面羞辱我 但是晚上我还是给足了你面子 陪你回去给你爸爸过生日 你那天晚上喝醉了 喝得特别特别醉 你抱着我不停地哭 不停地说 不要离婚 不要离婚 我是以为我们的爱情是有希望的 希望来了 可第二天你还是那么冷淡 还是那么完事不恭 秋天你太过分了 我还是那么冷淡